运行了一天的高铁列车 终于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 痛快地洗个澡 顺便也做个体检 长五百米 每根钢轨重三十吨 总计二十根的钢轨 被专门的轨道运输车 运载到施工现场 云南境内的铺轨工作 即将正式进行 然而开始之前 中国工程师们 还需要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 五百米的钢轨 需要依次被铺设和焊接 变成两千二百二十四公里 完整的一根无缝钢轨 如此长距离的钢轨 应对的气候温差极大 钢轨产生的硬力惊人 这还不是最极端的情况 全长一千七百七十六公里的 蓝星高铁 面对的是更极端的挑战 一天之内 它要穿越雪山和沙漠 温差达到八十度 要应对如此大的钢轨硬力 把这些钢轨牢牢地固定在地基上 需要一个关键的零件 中国工程师找到了解决方案 采用特殊钢材和独特的曲面造型 兼顾强度和弹性 这种曲面造型 通过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 加工成型 经过六万小时的疲劳试验 证明这些中国工程师研制的扣件 能圆满地应对轨道硬力的难题 曝昆的铺轨工作终于正式开始了 曝昆线路现在正以每天六公里的速度 向昆明方向延伸 同时建设的还有配套的供电系统 和网络控制系统 这样的建设速度 毫无疑问成为了全球轨道建设的临袍者 它甚至超越了它的竞争者一倍以上 高速列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个挑战来自于车体的顶端 高速列车依靠电力驱动 电力则通过输电设备 被传导到接触网上 再通过受电弓接入车体 列车在高速行驶时 受电弓会和接触网 进行高强度的摩擦 同时强大的气流扰动 行径中的车体振动 以及突发的气候状况 都会对接触产生影响 这是全球高铁列车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直到今天 对它的研发和优化工作 仍在不断进行之中 一边一边毫米 然后量一个尺寸 然后测一下那个高度 测完这以后 把这个也测一下 测一下然后 北京的郊外 陈立民和他的同事 马上要开始一个新的实验 这个实验将要模拟列车高速行驶时 受电弓和电网的接触关系 这台巨大的实验设备 将被加速到每小时530公里 同时它还要模拟高速行驶过程中的振动 和强气流等复杂的变量 今天它测试的重点 将是受电弓上的新型接触材料 2000公里外的护坤高铁 最南端的轨道 已经全部铺设完毕 车站施工也已接近尾声 群山环绕的西南省份云南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高速铁路 然而在它正式运营之前 还必须经过一道严格的考验 侯福国和它的团队 被称为高铁建设最后一道把关人 新的线路正式运营前 所有的线路和系统都必须经过它们严苛的检测 它们所使用的列车被涂成了醒目的黄色 它被称为黄医生 黄医生车身上密布了三十多个摄像头 以及三百多个传感器 在它通过的线路上 任何微小的瑕疵都会被发现 在接下来的三十天里 这辆黄色的检测车 将在这条新建线路上来回不断奔跑 它将记录下数十万种的数据和参数 今天陈立明团队测试的新型受电工材料 也将在实际线路上接受检验 复杂的环境和多变的气候 在不断考核着材料的可靠性 相关数据被精确地记录了下来 我们现在通过这次测量 发现95%以上它都是调整过的 你看这次没有调整到位置 我们会在这儿标上 这个位置它是没有动过的 说明这个地方没有调整 你看这个位置不一样 这位置上一次有缺陷 拉出直 这次位置是调了 调到就是设计和施工标准要求 范围以内了 数据令人满意 新材料带来了更小的摩擦系数 和更加的导电性能 今天中国工程师 对高铁新技术的研发从未止步 可以预见的未来 将会有更多的新技术 被应用到中国庞大的高铁系统之上 今天上午11点20分 两列中国标准动车组 已超过420公里的时速 在即将投入运营的 正徐高铁线上交汇而过 相对速度超过840公里 交汇全程不到两秒钟 这个速度再一次刷新了世界纪录 而这条线路完成试验后 也将会正式被连接到 中国的高速网络中 如果连接成功 它将让中国两条核心的高铁大动脉 连为一体 而言之为 比赤脞续中 25系统 不良 一几乎